这是韩城却台湾规模最大的垃圾搬家补城 1970年起用1985年关闭的内湖垃圾山 在历经23年的风吹雨打之后 在未来五年之内将逐步清理 350万立方公尺的垃圾会系统为可燃资源回收 以及土石方三大类来处理 而台湾人经济成长与消费记忆 也在这个过程里将被熟悉换起 这种1980年代出品的葫芦口的随手瓶 上面还有棉压精 除了退屈的字样 进入了早期汽水 使用玻璃瓶还有压瓶飞的物质 这种瓶子的革命性的变化 是这个随手可以扭开 而不需要开运气的品牌 这个已经困测的随手瓶 消费概念跟流行感 就跟现在一模一样 这是每一层的每一层 每一层的每一层 每一层的特殊的东西 每一层的每一层的特殊的品质 它是在不同年代的 跟那个五年十年为止 重新包装 那还在这位在 他很多人不同的第三年 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 判断年代的工具 一个一种是从别的 它本来一层的难以 它每一层的每一层的每一层 它是不同的 这种经济性化 或者是不同的东西 而且它消费性还不同 它甚至是可以 可以泄入出很多 很多的那种生物的 期待的状态 如果我还有一些 才是要吃饭 他自己 以前在开外都是表层 那对啊 那大概是民国七十四年 左右是七十二级大兵 民国七十年 民国七十年 民国四十八 民党百惡 民党百惡待遇 还比较成熟 跟比较 其实还在终的 该 他就 维权统一 台积冠冠兵 衝集四 再往下挖就是现代台湾的工业了 王大平出现了这是过度方便的现实包 做出32年过去了这些瓶子几乎远风不动 王大平在1980年代初期引进台湾 致自全面进展消费市场 王大平出现了大平洞 扎不过 无法碰 比多的平海青 容量更大 是大平方的立航队 嗑不完 没有存起来 大平衡 轻敲 摔不过 你可以去照顾格式的组成里面的话 來瞭解當時的一個社區文化的一個背景 那就像我們大概可以從 因為若是基因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歷史的堆積的話 我們大家就可以知道 什麼時代 什麼樣的產品 什麼樣的產物 它是當時代的歷史 佔地15公頃 長一千高五十四公尺 相當於15層樓高的內湖垃圾山 其實是一個紀錄宿命生活的歷史保護 這裡原本是一個磚鳥廠 1970年地竹把這塊地面 可以提供給師父親到垃圾 希望能夠把挖地圈滿 誰知道師父遲遲發展到合適的垃圾堆積場 垃圾越堆越多 直到15年後才終於分離 從民國59年甚至更早 一直到民國去的4年其實代表 將近15年的時間 那麼這個垃圾堆裡面來講 大概4年一些困難的 生活的習性或是生活的生活性在裡面 現在目前因為剛開始畫的是比較上層 所以看到會很多看到很多塑膠 帶來很多寶特品 慢慢的往下 可能最快還會進到沒有寶特品的年代 那當時的話都是多禮品 那甚至再往下 因為是不是連多禮品都不見 那以前是不是都是用一些其他的 這種包包容器在包裝這些東西 那這樣就可以隨著這個 民代的這個變化 那麼看到這個時代的效率 那些人都不見 即便是垃圾 每一個拋棄都可以看到一段歷史 如今在內部的垃圾山 挖土地的每一產都會產出過去的記憶 還有我們增多影迹 其實這個部分 看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管是記者也要 或者我們要培養有一個 我覺得那個能力還蠻重要的是 延伸去思考某些事情 甚至我們就還原原本的那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看到垃圾這個部分 寶特品 我就想到什麼 其實剛剛看到那個廣告 是我印象裡面 我覺得印象廣告非常這個 花了好大力氣才找到那個廣告 它是16厘米轉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的廣告影片 都是用16厘米才播出的 那我們看到比如說像舉例來講 包括我在問他們在清理垃圾 我說欸 你大概在什麼時候 發現最有趣的那個狀況 他說有 大概在不知道到什麼時候的時候 很多神像斷手斷腳 你就可以去還原到那個時候的那個樣貌 我們看到某新聞事件 看到某個事情發生了 某個symbol 或者某個什麼 它一定有它的意涵 我們要延伸去看 它會產出那個部分 它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垃圾是這樣子 它會洩漏出這個部分 同樣的跟各位講 我們的紀錄片、電影、報導都一樣 我們透過垃圾、透過這些電影 透過這些紀錄片 透過這些新聞報導 我們後來的子孫 可以藉著這些素材 建構出我們這個時候 整個社會的樣貌 好 所以為什麼又講回來 不能媒體攏斷 很重要的部分是因為 如果有這麼多元的東西 我們拼圖才能夠看到完整 否則你永遠只看到那個快拼圖 我常常講說 自錄性行銷 電視新聞的自錄性行銷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怎麼說 如果說 今天一個建商 花一百億 連續 在台灣所有的媒體 新聞自錄一個月就好了 說我這什麼五代宅多好多好 是世界上最大的發明 連續置錄一個月就好了 50年後 也許不到50年 我們的小孩 某一天他在寫碩士入民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說 哇 媽 我跟你講 我突然發現原來你在年輕的時候 哇 我們有一個什麼建設公司 他們真的應該得諾貝爾獎 然後你可能會很驚訝 哇 為什麼要得諾貝爾獎 因為我在查網路的那些資料啊 查所有的文件的資料說 如果他不得諾貝爾獎的話 為什麼那個一個月所有的媒體都在寫他 這個東西多好多好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那個真相會被改變 那真相都看不到 這自錄性 尤其是新聞自錄性行銷那個部分 我們現在寫的每一個報導 你拍的某個影片都會進到資料庫裡面 尤其文章都會到YouTube 會到Google裡面 你到時候搜尋你都沒有辦法移除了 那到時候一去搜尋 哇看到全部人都在報導 這什麼古代宰是最好最大的發明殘留 歷史的真相就被改變了 好 再回到那個垃圾的那個部分來講 我們看到那個部分我們開始做很多的延伸 你可以去還原那個部分 包括有人在做研究垃圾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我去找到一群研究垃圾的人 他們要研究消費習慣 然後他們就隨機的 比如說在某一個鄉鎮 然後隨機的去攔垃圾車 就很像是打劫垃圾車一樣 跳出來叫他把垃圾車停下來 然後把垃圾全部倒出來 他其實在我們統計學裡面 他就是一種Simbling 因為每天可能有不同的鄉鎮 會送垃圾來嘛 他們就隨機的 Random的去跳到一台 跳到一台 把垃圾全部倒出來之後 然後就開始四等份 取一等份再四等份 然後再去做 要分析他的那個碳 其他的那些相關的組成 來看他比如說 他可能水分是不是比較多等等 他們做了很多的發熱量 等等的那個研究 他們做很多研究 為什麼他們要做這個研究的原因 是要去看 比如說你的消費習慣是改變的 如果改變的時候 你的燃燒 那是粉紅奧如燃燒 溫度是不是要提高 因為你溫度不夠 燒不完全會有代曉心 所以他們要做這些研究 其實那個是很有趣的 所以 好 那回到來 這是科學家 或者是他們比較有趣的是 他們發熱量的那些部分 可是 對我們學社會科學比較有趣的是 他這條路線可能會撿到什麼東西 垃圾會撿到什麼東西 我就問他們說 垃圾哪一種垃圾最臭 我想了解 他說 他們看到那麼久最臭的就是海鮮 壞掉的海鮮 他說那個味道真的是嚇死我 他們就說那是最可怕的 然後其實你看 你如果從垃圾的組成當中 你就可以看到 最近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一堆 那個什麼蛤蟆 蛤蟆 蝦殼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還有什麼免洗餐具等等 你就可以說他們可能有辦喜宴 或是大拜拜 什麼 你都可以透過那個還原到 那時候的狀況 那甚至我會問他們說 有沒有撿過巴蒂 謝謝 謝謝